国民党对于韩国瑜 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 到了今天 还在怀疑 你的动员能量如何 韩国瑜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 他也尽力了 他也不可能帮你打颗文责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韩国瑜下了军令状 在1月5号 台南的时候他下了军令状 命令韩流归位 所谓的韩流归位就是所有的韩家军 唯一支持侯少佩 那至于科粉 就再说吧 因为 无论过去像郭台铭 无论过去像柯文哲 都有一些人是要趁韩国瑜的流量 尤其是柯文哲 那柯文哲跟韩国瑜因为交情也非常的特殊 韩国瑜自始至终没有批评柯文哲一句话 那柯文哲也没有骂韩国瑜 但是选战选到了最后 因为局势的发展 不容许韩国瑜有闪躲的空间 因为两军已经要对决了 再过七天就要对决 韩国瑜在这个时候他下达了军令状 1月5号 各位去看 侯友宜在台南造势 那他造势的用意当然是公本命区 但是呢 这一场是由韩国瑜主持的场子 各位就可以知道这一场的重要性 很多的韩流就问我 韩国瑜究竟会不会表态 我说他一定表态 我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他不表态的话 反而会引起党内更多的质疑 所以我说韩国瑜的表态 应该在最后两个礼拜 果不其然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 韩国瑜终于表态 就希望韩流归位 韩流大军归位 这个时候就要甩开 跟柯粉 郭粉之间的联组 从这个角度我们分析 韩国瑜1月5号 在台南的卖力演出 也的确确 给国民党打了强心针 除了打强心针以外 现在韩流的直播组 大约5分之4都已经全部归位 那剩下5分之1 过去因为侯友宜的流量不高 所以直播既辛苦又疲劳 更重要的就是说 他们南北各地都要跑来跑去 现在情况不一样 过去是因为侯友宜的流量不高 所以这些直播组 就转到了柯文哲圣地 转到柯文哲圣地的时候 反而流量变得非常高 所以在两厢不平衡的情况之下 这些直播组 韩流的直播组 坦白说 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批评 但是就我所知了 韩国瑜都一而再再而三的 是要求他们忍耐的 他说他会适度表态 所以很多直播组 每一次出外场 他们都问我 他说韩国瑜究竟什么时候表态 我说时间还少 我说至少最后两个礼拜 我说选战争要打的话 是看最后两个礼拜的冲刺 最后两个礼拜 谁有能量 谁的政治能量高 就能够胜选 果不其然 最后一个礼拜 韩国瑜表态 正式在台南场上表态 韩流归位 唯一支持侯照配 就是要甩开 他跟科粉之间的黏着 除了要甩开科粉以外 韩国瑜当然没有批评科文哲 但是因为韩国瑜是主导全场 所以他的流量一定会增高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韩国瑜他要下坚定状 那过去韩国瑜都几乎都是来宾 他很少主持全场 然而这一次主持全场 当阵容排出来的时候 我这么一看 我就跟某些直播主席 我说韩国瑜他要表态 就是说熟悉政治运作的这一套 你就知道他在主持 他本来是来宾突然变成一个主持的时候 我说他的角色已经定位了 那比较尴尬的就是说 还有五分之一是跑到科文哲那边 这个跟韩国瑜无关了 事实上 国民党对于韩国瑜 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 到了今天还在怀疑 你的动员能量如何 韩国瑜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 他也尽力了 他也不可能帮你打科文哲 所以难免国民党内部是有很多的意见 但是话还是说了回来 如果不是侯友谊本身政治能量不行的话 还需要韩国瑜干嘛 所以过去像赵赵康讲韩国瑜 有人讲到韩国瑜 有国民党内部的人也讲到韩国瑜 说他态度有疑 我就一针见血的告诉他们一句话 我说对于韩国瑜不要苛责太多 我说不是他在选 我说如果是他选的话 他用这种态度当然不对 可是你们自己政治能量不高的时候 就怪东怪西 从来不怪自己 你民调掉了5% 就跟你凯旋院有关 那不关韩国瑜的事 那至于这些韩流的直播主 人家也要吃饭 你国民党有给他一毛钱吗 就是说国民党现在会搞到这种 地步是既现实又势力 这种现实跟势力是大家非常讨厌 我可以无条件的帮助 但是帮助你以后还在说三道事 那好 现在韩国瑜表态了 如果国民党内部还有批评的话 我相信这些直播主统统统都会跑掉 为什么 没有一句鼓励的话 今天国民党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从来不会去鼓励别人 一天到晚都在算计别人 那韩国瑜终于表态 所以我就告诉直播主 我说韩国瑜这个时候不能表态 那你表态的话就是指责越多 那他说大概什么时候表态 我说选前两个礼拜 你们等吧 你们慢慢等 选前两个礼拜 他会表态的 果不其然是最后一个礼拜表态 因为已经没办法了 到了地面作战 没有办法要硬碰硬的时候 韩国瑜就下军令状 事实上选后还是有人会批评 批评一句 你为什么最后才下军令状 其实这些话听听就好了 所以很多人说我对国民党的选情 为什么从来不看好 因为你到第一线接触的时候 你会知道很多料想不到的事实真相 你也会看到 这些人究竟是动员来的 你还是主动来的 你还是呢 用什么方式来的 总而言之 这一些 如果你不到乡下去看看 你不到热场去看看的话 你是感受不到的 然而 我必须我要说 韩流在这一次的发挥作用 已经出来了 至于胡兆佩能不能选得上 这已经不是韩国瑜可以主导 就 mobile 多吧 能不能选我 你在小 LET